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歪到偷住了的常驻词角色 常驻词之光诞生 强度丝毫不输限定五星级 还是大世界的神 明朝,大月卡武器选择反转 双爆词条并非首选 而它才是最重要的 千万别选错了 游戏内有常驻词和限定词 一般情况来说都会优先选择常驻词角色 但限定词也存在着歪出常驻词角色 这个时候就有点小失落 不过有一个角色即使是现在歪出来了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 因为就目前的一个强度来看 安可的实际强度真的不出五星限定角色 当然也有可能是现在限定角色不多 所以安可能排得上名次 那么安可真的很强吗 实测了一下 发现1加1安可和满命散华 打出和守法大佬0加1 今期差不多的成绩 而且我是手机打的 并且有失误低一下 没有弹到刀 导致原神二连跳丢了很多伤害 凹是肯定能凹进一分半的 至于安可一命的很小 远远比不上中塔buff 带给金西的提升大 在同样0加1的配置 安可伤害不出 安可甚至对单伤害 还要比金西高 这就是安天底 这主要得益于安可的输出模组 非常的优秀 其共鸣技能和重机 均可脱手释放 和轴灵活 能够给予安主充足的输出时间 而且作为目前的常驻二神之一 再加上可以展望的长篱 会带来的森塔热融环境 出长篱的可以完全练上一手安可 会然你有意象不到的结果 此外不仅仅是在强度上面 安可有着出人的表现 在大世界上 目前安可的体验感也是公认的好 具体的配对是 安可加安主加维里奈 安可一加几下普攻安主 Q直接AO一完事了 同时还可以带两个大摩托 所以在大世界体验上 安可也是杜一档的存在 众所周知 现月电台 大月卡 升到30级后 漂泊者可以从五把四星武器中 选择其中一把 之前大部分玩家都是悠闲 选弃合自己当下角色的武器 早选早享受这一点准没错 不过考虑到后续 还有其他角色上线 所以这个时候选择就变了 不一定是根据用的角色去选择 而是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去选择了 就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后续角色还有长离哲之以及香离药 所以看要结合玩家想要的角色去选择武器 并非一味的选择拥有双爆类型武器 那么就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到底选择哪一把才是最划算的呢 所以本期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些各大 对卡武器的性价比以及适用的角色 首先是长刃文秋 这是之前非常热门的大约武器 现在还是有很多玩家选择 因为词条是暴击属性 同时还可以提高角色普攻和重击的攻击力 非常适合1.0版本的大C技炎和卡卡罗 同时精细也能佩戴 所以这是目前现有的角色首选的武器 按就目前的一个角色强度情况来看 卡卡罗已经开始退出T0系列了 惊喜玩家可以选择的武器也很多 专武时和岁忍是首选其次 苍霖千丈和以及45级 自选的耗镜灵光也都可以用 这些都能提供很好的双爆属性加成 不过后续角色长离是一个长刀角色 可以用的武器有专武鹤翼 流明千古浮流行径序取 所以 这次的大月卡武器长刃文 秋同样也可以给长离使用 这样来看 文秋还是性价比最高的大月卡武器 当然这要看你主要玩什么角色 不然选出了也只能放仓库 其次是鹰改宜轻鹰 使用后可以提角色的攻击力 同时还带有暴击词条 适合的角色有银灵和安可 但是安可优先级大于银灵 毕竟安可使用这把武器 属性收益比常驻武器也不低 如果有银灵专武的话 就不用考虑这一把武器了 秦龟之首 无论是银灵还是安可都非常适合 至于金掌武器属性非常不错 是当前版本 除了五星武器外 最佳的选择 可惜羚羊和剑星 不是当前版本的主流输出队伍 喜欢这两个角色的 可以考虑一下金掌 恩雷同样也是面临着和金掌一样的问题 属性不错但适合的角色不多 只有赤霞 最后是飞锦 如果你主玩 按主副C散华单锦 可以选择这一把武器